第一次当地 他们有欢喜 也有抓狂 我扒了十层皮 我要说这句 就是姑娘好 孩子不听话 他们有严厉 也有温柔 时隔两个月没见的 他见了我 马上他就会走了 事业再忙再累 他们的爱从未缺席 他们就是穿军装的好扒了 我给爸爸打无数分以上 军理文化大事业 推出父亲节特别节目 邀您一同聆听亲子故事 品味 父爱 母山 更多精彩 值得关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走进 军理文化大事业 我是主持人周伟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是父亲节 那么首先呢 要向全天下所有伟大的父亲 包括我自己 道一声 父亲 你们辛苦了 那么同样来到我们演播室呢 也是两位重量级的父亲 也都是我们军理文化的老朋友了 他们带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宝贝女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究竟是谁呢 通过段短片 来先认识一下 今天有两位爸爸带着孩子来到了录制现场 甲丁 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 著名磁作家 导演 老兵 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独唱演员 在工作中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一把好手 可是作为爸爸 他们是不是称职呢 童言无忌 两个小宝贝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出 甲丁导演 老兵 有请 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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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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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叔 您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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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们的爸爸我都很熟悉了 小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 我叫子兰 你叫子兰啊 这么好听点名字 你几岁了 六岁半 六岁半 要和我们家的宝贝同岁 哎呦 那你宝贝怎么不来啊 我们宝贝还在紧张的学习当中 我再问问这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慕容坤 慕容坤 你几岁了 我六岁 你六岁啊 哦 这六岁跟六岁半个头差不少呢 但是老兵我敢说啊 这个不用身份证 也不用验DNA 这往这一站这一看就是你儿子 一模一样你看到 小老兵 小老兵 那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来 请坐 请坐 小朋友坐这个小椅子上啊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宝贝来 你这带着什么来啊 你这还带着装备来的 什么呀 凯加勇士 凯加勇士啊 这是什么 这腰上这是什么呀 召唤器 召唤器 还有一个面具是吧 戴上戴上 我看看来 这是什么样 我看 真帅 你瞧瞧 这有点 有点你爹的这个风格啊 永远保持那样一个特别帅的这样一个感觉 欢迎二位老师 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厅 但是今天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 今天带着孩子来了 主题只有一个 父亲节 我想首先从两位做父亲那一天那一刻咱们聊起 那一刻是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场景给咱们留下了什么样特别美好的记忆 那个我是2007年的11月16号的上午 也就是早晨9点05分 我这记得太清楚了 这个 这个我们的子兰出生 出生以后呢 报告我说的 哎 生这个女儿 欣喜若狂 真的假 对啊 真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女儿 你不是当女儿的那儿非给自己做吧 当时那个 护士把她给抱出来 让我看的时候 那眼泪哗就下来了 然后我就抱着她 我就那个感觉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这 就无以言表的那种兴奋 刚生下来的时候 看像一只小猴子啊 那个小脸皮 怎么这么形容 特别有意思 全都是这样 哎呀 粉嫩粉嫩的啊 因为也是第一次见到那么点的小孩啊 就刚出生那种 其实当时我都没考虑多 其实感觉她 哎呀 脸上皱皱巴巴的 当然就可笑的 我爱人呢 我爱人看爹 也像哭了 然后我愿意的 他怎么了 太丑了 然后我愿意的 说你睡了 比他还丑呢 刚出来小孩 都那样 是不是 对啊 包括我们 包括 咱说的很对 包括我们 谁出来都那样 我记得就那天晚上 回家以后 因为他们是在医院嘛 我们 我回 我回家以后 那天晚上 真的失眠了一晚上 我就想 我这一生当中 终于有一个陪伴 怎么 把我的这个 这个陪伴 能够给他教育好 能够培养好 就一晚上想的 全是这些事 您这够前卫的 头一宿的想这事 对对对 我头一宿光想 那奶粉怎么冲的 哈哈哈哈 老兵呢 我的孩子是 08年 1月30号 哦 对 也是上午9点一刻 9点一刻啊 也是在我们军西总院 哦 但是很遗憾的是 就是 看到孩子 还没看够的时候 1月30号 是小年那一天 小年 下午就要坐着车 去参加大同事的 春节联欢晚会 哦 所以就是 到现在为了说 实在我爱人 还对我有点看法 因为我们这个职业 都没办法 是的 我当时看我儿子 第一眼时候 是属于那个护士长啊 有点特殊照顾 因为好长时间了 我爱人是泡妇产 儿子先出来了 但是可能那里边 我爱人的正缝着呢 护士长一开个门 等机了吧 进来吧 让我上那个手术外间那儿 看一下 儿子也在小床上躺 我掀开那小被子 那一瞬间啊 可能是小孩 看不见东西 但是我儿子 应该是侧着躺着 他怕得有吐吗 这样小眼飞不来 我们俩第一次对视 我真不夸张 当时我那腿就酥了 就差点没坐那儿 就是这种感觉 可能是感觉 越是你着急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有那个经历 我爱人也是泡妇产 我孩子这个 他的小床 大概离得就三米远吧 我想 我扶着他 然后护士帮着我 三米远 他起码走路十多分钟 你知道 这十多分钟呢 我这个心啊 其实当然一想照顾好自己的爱人 又想去看 我孩子到底长 我的孩子到底长成什么样 知道吧 非常着急 反正这种心情 我想咱们都有体会了 我爱人当时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这给举着调平 这捂着这 对对对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他有头感 走到病床上 对 但是我特别理解那个心情 实际上当时那个 很多注意力在那小船那儿 没错 就想赶紧奔过去看他 对对对 那么现在我问个问题了 这你们俩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你们觉得是姑娘好啊 还是儿子好 作为父亲这个角色 我身为儿子 但我觉得就是 自己对老人这方面 对孝敬父母这方面 我觉得比女孩真的做 比我妹比我姐做的差得远 我觉得女孩还很实惠的 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 小棉袄 我现在我自己的父母 当时我父亲活的时候 儿子听你爸说什么的了 完全是这个 听你爸说什么的 你爸说女儿好 对 你也认为这样是啊 嗯 那你觉得你是不是 你爸的好儿子啊 是不是啊 是啊 是啊 你这儿子说能行 是吧 你不要总拿你的那些个精力来套在儿子身上 这宝贝以后肯定会更加孝顺你们 亚丁老师 你觉得 由衷的说啊 姑娘好 还是儿子好 哎呀 你看这开始泡美眼了啊 我扒了十层皮 我要说这句 就是姑娘好 因为我跟你说 她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 因为我呀 小时候特别的淘 淘的没边了 那有时候我就因为我的淘 真的给我父母找了很多很多的麻烦 人到中年啊 没那么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些麻烦了 所以说呢 我在当时就想是 还是特别期盼的是女儿 嗯 就说她一生下来以后 一下圆了那梦 所以说 刚才你说那两腿发软 真的 就是膝盖突然的感觉到没了 是 是化了 是是是 这个交往地下要出了 这这种感觉特别有 在儿子没出生以前 我特别坚定 因为我们老周家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基因 我说我肯定生儿子 是吧 但是就这么争气 邦当这儿子就来了 特别兴奋 但是现在儿子已经快七岁了 听过这七年和儿子这个接触 我真是觉得有个女儿还是蛮好的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自打我儿子出生以后 我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地位 嗯 我一推开我们家卧室的门 我儿子说 爸爸这屋没你枕头 嗯 就给我撵出去了 我基本上在书房度过了这七年 另外儿子跟妈那种情感 我相当的嫉妒 嗯 这在咱俩一通了 就像 就像情敌一样 嗯 还有一点 你没发现 他经测 我儿子叫我儿子叫妈妈 哎 不对啊 爸爸 对 他又叫习惯了 晚上妈妈妈妈妈妈妈 永远是妈妈是第一位的 对 所以说就为什么 就养女儿跟爹亲呢 你看她的眼神 对对对 你别看她眼睛不大 但你看她眼神 这看姑娘那个感觉 我就羡慕这种感觉啊 你像这刚才子兰 爹爹 哎呀 哎呀 这一叫 她全都酥了 我儿从来见我都是冷面 干嘛啊你 你比我远点干嘛呀 都是这子 这跟他妈呢 又搂又报的 所以说我现在觉得最好的状态是一个姑娘一个儿 这个最好 对咱们来说这是一个遥远的梦 接下来宝贝 咱们一起跟爸爸做个游戏好不好 做好了呢叔叔有一个奖品 来我们这个游戏暂且叫同舟共济 有请 听我说啊宝贝 谁先踏到这个台板上就算第一名 跟爸爸加油 好嘞 加油 好准备好了 听我口令 预备 开始 走着 快快快 动作迅速 动作迅速 好 完了 我们暂停等他们一会儿 我们看看他们俩怎么来完成 行 你还得回来 对 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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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这个有两盒彩笔 特别喜欢吧 刚才我觉得吧 你们两个其实水平都一样 关键咱们相差那一点吧 其实就在你爸稍微半一点 那这样 我们把这个盒 大盒的给弟弟 好不好 一会我们还有游戏 还有机会 来 这个给小妹妹 你看看这女儿 女儿就是维护爸爸 好了 这个给你 回忆儿时快乐时光 贾丁带来了什么样的私人收行 那个时候就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家庭 才能买到这个 孩子的世界缤纷多彩 一只画笔画出无穷乐趣 这个画的是你 这就是孩子心目中的老爸 军旅文化大师也推出 父亲节特别节目 更多精彩 值得关注 咱们小时候有什么特别游戏 还记得吗 那时候上幼稚园的时候丢包 是吧 这个跳房子 跳房子 然后呢 到这个 你说的都好像是女孩玩的 不 男孩也玩 丢包是这样 你在中间 两边丢 然后呢 你躲这个包 我们就明白了 明白了 那应该 那个时候就学习好的学生 你看 贾东老师肯定那时候就学习好的 这属于学习好的 才能跟女孩子玩这个 对对对 那个时候学习好就有优势了 有优势了 我估计像你那时候就是 我那时候就是 拿弹弓 打鸟 对 那也不是 那也不是童年 那应该算少年 小是弹弓 那应该是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玩 那时候就有军事素质了 对 开始练 开始练 都最后能练到什么时候 大概是上学之前 我只要看到那个蚂蚱 看到的鸟 基本在我的射程之内 基本上跑不了 那你会 那太厉害了 从小就玩 对 那个时候 我们那时候玩 后来是玩崩弓枪 你说的弹弓也玩 最多的时候 那个梭子上 可以带十几发子弹的那种 打长梭子 就一根一根的皮筋 绷上来的那个 打打打打那样 对 那波弓枪 今天来这 我还专门带了一个 一个玩具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好啊 就是这个飞马牌的这个火车 这个火车呀 应该说是 是我们孩子 就是它一直在我们的玩具市场 应该是 畅销了二十多年 我从那时候看到这个 特别的羡慕 那个时候就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家庭 才能买到这个 这里的鸽上没有 它也可以冒烟 这里头搁上电池 它可以走 然后碰见障碍物 它可以自己的去调整方向 这是前几年 我在旧货市场上买到的 现在我依然给它放在了 我们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看到它 我就会想到 我童年时候 曾经有这么一个美丽的愿望 最重要的是 它这火车是有英雄主义情结的 一看到火车 你就感觉到这帮英雄要干事 那时候是 不论是铁道游击队 平原游击队 全是火车 只要火车一来 那就是这帮人要干事了 要打鬼子了 对 它就是 就是那个 一看到火车 你那英雄主义的那种 那种感觉就是油然而发 我这是您后来又在旧货市场 把它收藏的 对 我还以为从小保存到现在 我说保存的真好 刚才就是在台下 我们在跟我们的一个 咱们的摄像师 我们还在说 就是我拿出这个来的时候 他说我也有一个 但是已经被我拆了 我想如果我同天时候要有这么一辆的话 他现在不会拿到这 也因为都拆了 他也会被我拆掉 全都拆 那是男孩子爱动脑筋嘛 尤其对这个动手 那个时候就是 拆是拆的 装是装不上了 我家里是 家里从我爸爸买了几个收音机 听人说话唱歌 肯定里面有个小人 好 趁家里人不在的时候 拿着螺丝刀 牵的 咔咔咔 就拆开了 拆开了 拆完以后里面什么都没有 好吧 装吧 装不上了 装不上了 家里的钟表 那个表也是这样 然后他嘎咔咔咔 他敲 然后他想 里面肯定有个人 拿着小车再敲 他家里人不在 好摘下来 也七六八块了 那那个表里面全是弹簧 你弄得 搭 七六八烂的 这好像拆表 好像每个男孩都干过这事 所有男孩都干过这事 这事我也干过 都干过这事 是吧 而且为这个拆表 我还没少挨过一次打 我是直接拆了 因为他有 因为他表不同的类型 他买了这么一个表 你给他拆了 完了以后 他吃了鲜色 你对他鲜色才有兴趣 他这个是闹钟哥桌子上 那是挂钟 哥在那 他又觉得鲜色 他为什么是这样 他怎么怎么 可能这是男孩的 男孩 这个咱们都有这种经历 那现在呢 咱们这代宝贝 他们现在玩的东西 你们熟悉吗 他们拆不拆东西呢 说是他现在玩的东西 我们没有玩过 我们也跟着学着玩 都好玩什么呀 他好玩什么什么 什么激光这个手电 一照上千米 这东西我们小时候 连想都不敢想 女孩子玩那个玩具 我的确是无法感兴趣 就是他跟他这个孩子 还能有交流 他玩个automine 玩个什么 那个点心金刚 这个是我们子兰 是对这些东西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就确实愿意玩毛绒玩具 确实愿意玩娃娃 这个就是女孩的天性 还有拉你娃娃 对 还爱画画 你看 他这画画的兴趣 是我培养出来 对 也是在三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跟着他一起画 完了以后 他就觉得很神奇 一张纸上一根笔 能画出这么多东西来 他就照着学 他你们看他的画画挺有点意思的 他这画还被拍卖 还捐给其他的 是不是 昆山区的小朋友 他还参加这个全国画展 我看两个孩子 你看自从拿到这个画笔以后 都非常安静多了 一个是安静多了 一个非常投入在做自己的这个画 哎 我看来你们俩这个画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吧 还等一会儿啊 一小会儿 这宝贝真细些 你看了没有 此来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不用你的笔 为什么要用他的笔呢 他想后边那个印章 他现在需要最后要落款了 看来是 截然是不一样的两张画 加油啊 咱们上一楼输给他们了 我们都有期待 最后咱们画我们 这张已经画好了 是不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给我们讲解一下呗 你们俩画的是什么呀 我画的是 他和你 他和你呀 哦 这个比例你看了吗 他都对了 哎呀 一个一个这个小姐姐是吧 一个小弟弟 哦 这个个头也画出来了 对 你看画的啊 包括今天穿的衣服的颜色 粉色的裙子 那个穿的一个蓝色的格子的衬衣 你看吧 他格子也表现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弟弟的头发是立着呢 我画出那个 哦 那你旁边这些是什么呀 这些是星星啊 装饰啊 哦 嘿 这就是女孩子 这个眼中的世界 他想象的 永远是这样唯美的 漂亮 对 赶紧啦 彭坤 彭坤 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给叔叔讲一讲 画的是地图 地图啊 这上面都有什么呀 有树 我看到了 嗯 还有草莓树 哪个是草莓树 那个 哦 这个是草莓树 那这个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高楼吗 对 是吗 高楼大厦 这好像画的还是国贸 国贸 这个圈圈这是什么呀 蜗牛 这是蜗牛啊 这蜗牛这么大个啊 这个呢 是房子 这是房子 哦 像蒙古包 这是你自己吗 这是我爸 这 这个画的是你 哦 这就是孩子心目中的老爸 嗯 挺帅的 四根毛 哈哈哈哈 这个咱就作为你们俩的一个才艺展示 看看这个你们脑子里的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孩子大了不好管 超级奶爸也抓狂 我觉得我儿子越大了越不好管 因为他现在他跟你开始辩论了 你说什么都不听了 教育孩子各有高招 编导突击考察 看看谁的能力强 军旅文化大师也推出父亲节特别节目 更多精彩 值得关注 孩子出生以后 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复杂的养儿育儿经 我觉得我儿子越大越不好管 因为他现在他跟你开始辩论了 嗯 你说什么都不听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不是 我说什么他都有理 那是你的基因太强大了 不是我的基因太强大了 你的语言能力太强了 传授给你的儿子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幼儿园里面老师让做游戏过独木桥 我儿子天生就是动作协调性差一点 嘴厉害 这可能也随根 别的小朋友都都都都都都都过去了 我儿子永远是这样 老师说你快快快快快去羊快 我儿子不能站下来 冲着老师 我妈说了安全第一 弄得老师是哑口无言 对 你就没法跟他 男孩男孩胆小点好 就这个时候胆小点好 太多了 这种事 大家都太多 人家很无奈 有时候犯错 有时候站在这 我立正 站好了 还立正 立正站好了 说了说的 那么这时候电视突然换了 就出来比如说一个节奏很快的 一个叮叮 刚当 叮叮 那个Disco节奏或者摇梦夜节奏 他妈的最不听了 你在华 还是 你üne故 你个表演 你很无奈 本来说的时候我都很严肃的 知道吗 但你觉得你憋不住这个时候 你在说 你说我要跟他笑吧 好像这个 师弟sten当父亲的那种 那个 威严 你不行 没 laughed 他太可笑,他就跟你突然来那么一下了 这怎么办呢,你怎么来念 我就憋着,我就先跑一遍,我找你,我先上个厕所 我就琢磨琢磨 回来以后还得换归正站,把电视关掉 还是立场站好了 老兵口中,昏昏的舞蹈天赋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找到了这段家庭录像 再跳,好好跳 哎呀,跳真好 我们实在要说,老兵啊 这个问题,你可真不能怪儿子呀 往跟前,往爸爸跟前 我可能像他这么点的时候 那简直是,我是坐在我姥姥家那时候 那时候皮子就是,我们姥姥家那时候农村那个尿罐子 那像这些胡同里面全都炸掉 用那花抱着 其实简直是我们的旧家,一看我老兵来了 直接都把门关上 都害怕 都有点像鬼的姓村的感觉 他没有,他觉得特别安静 到哪里,这个小孩挺可爱的,怎么怎么样 后来他一叫他,你怎么像个小姑娘 他来个,我是村爷们 假定老师呢 小时候我就去到处讨教 就是说,制止小孩哭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然后,人家跟我说,开油烟机 太逗了 这个小孩啊,就是他,就是在三个月到半岁这个之间 他只要一听着这个抽油烟机的声音,他就会安静 因为这个好像人说是跟这个母体当中啊 他这个孩子在这个,在这个母体当中的那个声音 可能是有些某种相似 他听到这,他有安全感 小时候他一哭,我就把他抱到那抽油烟机那一打 立刻就安静了 这个我觉得可以跟电视前的观众分享 就是抱到厨房去开油烟机啊 开油烟机,哦,那声一响 然后你再一拍拍,他很快进入梦乡 大家可以试试,别人,应该说我后来传授给很多的 周灵 他们都普遍反应比较 那看来我首先,我给,在要老二的话 我在我们家卧室里做二胎的时候 对,我先装一个这个油烟机 或者你给他推,你把那睡床推到那个,你的那个厨房那给他一开 这头一回听说,这头一回听说 这真的灵 下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位,作为父亲这样一个角色 毕竟和妈妈不一样 你们觉得,父亲这样一个角色 在孩子心目中,他最需要你们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应该给他提供的是一个榜样 榜样 对,就是你能够做出这一点来 我觉得,可能这父亲就算没白当 你比方像这个子兰 在白日的时候,我就跟他有,就跟我们家里人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就是以后,每到他的生日的时候 都要去到这个慈善的部门去捐一笔钱 这是你有意识的要 对,要有意识的,要去培养的 我说,你到生日你要做什么 他就说,吃蛋糕,穿漂亮衣服 同时要给穷孩子捐钱 他是这样 他现在这个已经长在他心里了 其实我还会知道,他是男孩子 拿我自己小的时候比,我带我记事的时候 我现在跟他比,可能我孩子的那种环境 可能好像就一点胆小时 有那么几次我们俩单独的去爬山 非常就跟我就是形影不离 离开一点点都不行 我后来我说,我说宝贝 我们做一个男孩子一定要勇敢 你知道吗,你知道咱们大门口站岗的叔叔 你看他们 多么勇敢,保家卫国 就是以后他说这种 男孩子应该怎么能够做 包括他怕黑啊,什么有时候 出去,其实我有意的就是带着他去 我们俩退走那种黑路 那就是叶子去锻炼他的种 现在好多了 两位爸爸谈起自己的育儿经 说的都是头头是道 那么培养的成果又如何呢 我们的编导打算看一看 两位小朋友在家里的表现 你想不想非常贴心啊 想啊 你想吗 我以后还想做一辆水路空三用的车子呢 哦 给车子呢 开一个手就完了 对啊 你会游泳吗 我会啊 我也会 谁教的你啊 我没人教啊 自己就学会了 当然 哇 哇 你会什么用啊 我会玩的用 狗袍是有的用还有别的用 哇 连狗袍也会啊 我玩的用啊 我玩的用啊 好 来 你是军人的儿子 知道吗 知不知道 你叠肥子要像 军人 这个叔叔们都叠肥子 背头像 你要整理整理知道吧 嗯 来 开始了 试一下 那我是不是也会 叠肥子叠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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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完了 看着吧 哎 哎 很好 好 开始这里 叠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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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剩下啊 待会啊 你就该这个看看就是再修一修这个形了 啊 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边边这块怎么能让它你看这样 它不就方就有尖了吗有棱角了 是吧 那我都不会 对吧 那爸爸妈妈交了我才会 交了我才会啊 那你觉得怎么着弄一下像一个火柴盒呢 啊 下一个 太难了 第一次当爹 他们有欢喜也有抓狂 我扒个十层皮我要说这句 就是姑娘好 孩子不听话 他们有严厉也有温柔 是个两个月没见的 他见了我 马上他就会走了 事业再忙再累 他们的爱从未缺席 他们就是穿军装的好爸爸 我给爸爸打无数分以上 军领文化大事业推出父亲节特别节目 邀您一同聆听亲子故事品味父爱山 网告之后马上回来 今天都该上学了 那么接下来可能更多的面对的孩子就是教育 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孩子现在两位抱的什么班儿没有 都是音乐世家 学点钢琴什么没有 这个还是有些医学基因的 突然有一天他妈告诉我 他自己编了首歌 我说我给你唱一唱 他唱我还挺好听 当然就一句啊 挺好玩的 宝贝过来 你编的歌什么歌来的 妈妈的宝贝蛋蛋就是慕容坤 他自己创造的 然后那个奶奶的宝贝蛋蛋 奶奶的宝贝蛋蛋就是慕容坤 就他自己编的歌 谁都是爸爸的宝贝蛋 有点那个地方名歌的感觉 这他很小的时候 咱们宝贝儿子应该是有音乐天赋 就此我包了 就此也包了 就此也包了 就此家庭大胆包了 他抱了无数的班 他抱了无数的班是这样 我们完全是凭着他的兴趣 他让他来选择 让他自己选择 他喜欢跳舞 那你就抱舞蹈班 他喜欢归极象棋 他喜欢什么 喜欢英语 喜欢什么算版 他喜欢什么就让他抱什么 完了以后呢 在这个当中找他的兴趣点 他有的班就上了一堂课 他有的班上两堂课 就废掉了 那么就是说最终可是现在 他这个美术班 他是现在一直在上着 上了等于是三年了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好好好 就是爸爸公司令的时候 我给爸爸写 就是爸爸就是我就是妈妈 妈妈有这样的情绪 我也有这样的情绪 爸爸没有这样的衣服 我有一个就有一个经历 我一提起他我就特别内疚 我回去的时候孩子早就入睡了 都是半夜回去 他早上起来上课走了 我还没起床呢 就是几乎在北京的时候也见不着面 然后有一天我起的比较早 我可能要早上赶飞机六点多钟 我车钥匙找不到了 这昨天晚上明明就搁这儿了呢 这个时候我儿子从卧室里边 明明灯灯的就出来了 从那个沙发垫的底下 爸爸在这儿呢 他给我藏起来 当时我还挺恼火 差点晚了 这赶飞机呢 你这不能藏大人的车钥匙 怎么回事 你干嘛藏它呀 我就会让你叫醒我 我好见你一面 哎呦 说的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 两位咱们肯定都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很少有时间能在家陪孩子 这个问题二位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我觉得就是说再回想到以前 我觉得就有太多太多我们的遗憾了 没错 没错没错 我的女儿也经历过 把蹒跚的在那路上行走 完了以后这么点她是什么样的 乃生乃气的 去如何说 对 可是这些东西你现在让我去想 想我的女儿如何如何 咱俩同感 你很难拿影像 我记忆是片段式的 或者是阶段式的 对 有很多你这里边你现在想不起来了 对 真的我很想不起来了 对 你现在要只有放回放她的路下去 是 她曾经有过这个曾经有过这个 就是这意思 对 就是那边就是她一两岁的时候 今天那个是感觉太短了 你肯定有一个同感 我是09年 这不等于孩子 不到一周岁嘛 一周岁 我大概那次有三个月 两个多月就没回来 就是我一进门 我东西就刚放下 一开门以后 正好碰到她妈妈很自然 是没准备的 她妈妈正好抱着她 因为她那时候还不会走 男孩走得晚嘛 在门口 我儿子去看一下 她不会叫 压压压压压的 就是走了 我说 哎呀 她打宝贝会走了 我说真的 她是第一步走 她是不是你一进门 我妈妈给孩子吓着了 不是谁呀 赶紧往回走 她也知道 你父子联系嘛 没有说的话 她也觉得 哎呀 找个小区过来了 嗯 马上就快走了 那是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 想不想跟老爸再玩一个游戏呢 当然 这个游戏呢 叫心有灵犀 啊 考验一下你们和老爸 今天的这个配合默契度 啊 要把你们的两个眼睛蒙上 原地转上两圈 然后 爸爸用声音来引导你们 看谁先找到自己的老爸 不许偷看啊 我先看看 你看你看 哎不许偷看 不许偷看 不许偷看啊 我 错了 爸爸怎么办 那不会的 爸爸会说话告诉你们的啊 被原地转上两圈 走 转两圈 转两圈 还有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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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会 等会 不许偷看 不许偷看 不许偷看啊 预备 开始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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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在这儿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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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声音 跟你爸爸声音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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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走走走 不要蹲下 就往前走 不要动 往前走 勇敢点 抱在这儿 怎么着呢 这儿 这儿 这里 哎 好奇了 行 这回子兰应该是第一名 是不是啊 我们的奖品 好 橡皮泥啊 那我们就 好的 这个就是 给这个姐姐了 这个给弟弟 好不好 究竟是不是好爸爸 在孩子的心中 能打多少分 我给爸爸打无数分以上 无数分啊 是吧 父亲节 孩子又有哪些 送给老爸的祝福 我喜欢蓝色啊 又这女儿看来新真戏啊 军旅文化大师也推出 父亲节特别节目更多精彩 值得关注 下面一个问题想为二位啊 你们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们各自是不是一个好父亲 就从我这来说啊 我觉得要如果打分的话 我能够给我自己打到75分吧 接近80分 差不多 差不多 还都比较谦虚 应该是也就70来分吧 70来分 对 70来分不容易了 我觉得挺高的了 对啊 但是你们说了不算啊 我得问问宝贝 子莱 你觉得在你心目中 你给他打多少分呢 我给爸爸打无数分以上 无数分啊 啊 为什么呀 因为爸爸特别好 他特别好啊 他怎么好呢 他全都是好 啊 全都是好 他对你好在哪呢 你给我举个例子 哪都好 哪都好啊 就没有一点毛病是不是 一点点 一点点 那一点点什么不好呢 就是 老马文 哦 好了 有意思了啊 这个昆昆 你说 你觉得爸爸在你心目中 能打多少分 嗯 看来帮分 你讲休息 宝贝 一百分是满分 你不要给孩子暗示 不要一百分 不要诱到一百分 看来孩子呀 当着这个爸爸的面 可能不好张嘴 这样吧二位 我们稍微回避一下好不好 让我跟孩子咱单独聊聊啊 呃 不要 不要 不不不不不不 这来不 来不及了 来不 来不及了 来不 哎哎哎哎哎哎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啊 这 这 这时候 已经过了啊 现在走后门来不及了 来 来 宝贝们 现在他们俩不在 你跟我说说 宝贝昆昆 这个爸爸您能给打多少分 五分 多少 五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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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五分呢 不要五分 嗯 十分 十分 为什么十分呢 嗯 妈妈老是吵架 跟爸爸 是不是啊 嗯 爸爸对你怎么样 对你凶不凶 嗯 爸爸 有时候 我不 好好学习 爸爸就 做我打我 哎呦可做你啊 打屁股啊 嗯 是不是 有拖鞋打 有拖鞋打呀 哎呀 但是爸爸好还是妈妈好 嗯 嗯 爸爸妈妈都好 都好 嗯 在我的引导之下 听见了吗 啊 老兵 你要记住我啊 该咱们姑娘了 嗯 这个 你刚才说 你给爸爸打无数无数分 是吗 是真心话吗 当然 当然了 他走了 没事 你有什么你就跟叔叔说 好不好 爸爸有什么对你不好的地方吗 你觉得他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需要改进的是你 需要改进的是我 需要改进的是我 为什么呀 需要改进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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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叔叔不是坏人呢 我知道 叔叔现在跟你是站在一起的 对爸爸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提出来 然后咱可以 时间都没有呗 那你刚才说好像有一点点啊 需要改进啊 是什么呢 都已经改了 就是现在爸爸特别好 是吧 是吗 那是爸爸对你好 还是妈妈对你好啊 都很好 都很好 谁更好一点呢 当时爸爸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 因为爸爸对我特别好 哦 因为爸爸在这呢 是吗 哈哈哈哈 现在看来 这个教育有方 假定老师 佩服佩服佩服 好了 有请二位回归我们的演播厅 有请 我是这么这个威逼利诱 他爸爸还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 一点改进都没有 需要改进的是我 你听见没有 我们这还是如实的招了 如实招了吧 这个儿子看来是这个 对老爸还是有一点点意见 意见很大看 可能我们作为父亲这个角色 或多或少 在某些方面 还是没有达到孩子那种期望 可能有些地方 孩子也是觉得不是那么到位 这个咱们共勉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更多的时间去陪伴的 我们下一代 其实啊 我觉得刚才子澜说我 好 倒是我觉得给我提了个心 就是我确实平时太惯他 因为因为我确实 我是47岁啊 才有的他 一个47岁的一个人 宝贝要跟你说句话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看你看 连那眼镜都做出来了 我喜欢蓝色 这女儿看来心真戏 对 那么今天我们是父亲节 你们要向老爸说什么 祝老爸父亲节快乐 谢谢宝贝 好 好孩壇 真好 真好 我们今天在演播聚这一幕 我估计在家里面很难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真的可能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能充分感受到我们和孩子之间这样一份寻感 尤其作为父亲这个角色 不如妈妈跟孩子接触的时间长 有时候更多严厉的一面 也是在父亲上体现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爱孩子那颗心是永远不变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三位都是父亲 同样我们也有我们的父亲 是吧 养儿方知父母恩 当我们带着孩子一天天成长的时候 可以想象当年父母带我们 培养我们有多么不容易 所以在这里呢 也代表我们栏目组 也祝全天下的父亲 在这一天父亲节快乐 也永远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那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有请老兵为我们演唱一首 他自己作曲并演唱的歌曲 叫《别让老人孤独》 有请 《别让老人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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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们封面成长纪录 谁都有老的时候 谁都需要何苦 青春长伴世父母 渴望的幸福 渴望的幸福